作曲 李宗盛 为你我受冷风吹 寂寞时候流眼泪 有人问我是与非 说是与非 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 若是爱已不可为 你明白说吧无所谓 无必给我安慰 何必怕我伤悲 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 谁也不给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 管它过去有多美 也会试着不去想起 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 那深情的滋味 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 忘了过去有多美 无盼远近仍留慈悲 虽然我曾经这样依偎 我真的这样依偎 爱你我受冷风吹 寂寞时候流眼泪 有人问我是与非 说是与非 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 会关心谁 会关心谁 谢谢红尘的五架飞机 谢谢星河的飞机 谢谢星河的飞机 哎呀 刚刚那个 他现在应该不会飙水了吧 刚刚这个水杯我拿到这儿 直接露我裤子上来 还好我穿的是棉裤 现在只是手摸着有点湿 但是腿上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王菲的新歌《无问西东》 挺遗憾 我都没有去看这个电影 也接着说刚刚那个话题啊 就是你们是 你们觉得谈恋爱哪一种好 有一种人是那种特别轰轰烈烈的 就是大恨大爱 可能会吵架 但是吵完之后可能又感情更好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那种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是平平淡淡 就是可能两个人也不怎么吵架啊 什么的 但是可能也不会那么黏 然后就不嫌不淡有一点那种 你们都喜欢昏昏烈烈的啊 分手自杀的那种啊 你觉得这个话题不好 这里人均单身狗会受刺激 虽然直播间的人可能暂时单身 对吧 但我才不相信都没有谈过恋爱呢 哦 润润小巨巨说出你的故事 感觉大部分人都向往轰轰烈烈啊 是吗 其实按道理啊 像我这种天蝎座啊 应该是那种怎么讲 就是敢爱敢恨的那种性格 谢谢明记 谢谢 MO 什么什么什么 谢谢那年幸福 谢谢你们的情书 但是我其实特别讨厌那种就是 吵架的那种 我觉得别人说什么 什么两个人越吵感情越好 什么什么都是屁话 哪有什么越吵感情越好这种事 以后可能我这人比较记仇吧 我一吵架 下次再有什么矛盾的时候 我就会拿出来说 上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谢谢甜薄光不光的情书 女人都这样 对 然后你知道女生就 总喜欢把以前的事翻出来说 然后男生就觉得很烦 然后男生一觉得烦了吧 又开始敷衍 哎呀你能不能不要把之前的事 老拿出来说呀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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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就说 好了好了别说了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就贼烦 这种的 然后女生就会更觉得 哈你居然敷衍我 然后就爆炸了 然后就爆炸了 谢谢音乐音的飞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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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对眼了我看你舒服了就练 不舒服就分开 再来一段 哪有这么洒脱啊 现在的人都这么洒脱吗 喜欢了就练不喜欢就分开 哎 我又不小心碰到我的 数据线 林青你发我啥了啊 你啥也没发给我啊 我觉得纯粹的爱是不靠谱的 虽然大家都怎么讲 就想象中的都是那种 嗯 就是啊一切是因为爱情 但我觉得其实如果两个人的关系里面 真的是单纯的只有爱情的话 其实反而更不靠谱 爱情这种东西 谁说的好啊 今天爱了明天就不爱了 就像那个李敖跟她老婆一样 她发现她老婆本来是个女神 她发现她老婆居然会 上厕所 居然会拉屎 她突然就崩溃了 就要跟她老婆离婚 你说这种事情谁讲的清楚 你今天因为我拉屎不爱我了 明天我因为你脚臭不爱你了 超不靠谱好吗 真的 李敖的老婆是上世纪台湾非常有名的美女 然后两个人岁数相差很大 他们俩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婚的 李敖自己说的 所以 反正李敖自己自传是这么说的啊 反正李敖自己自传是这么说的啊 没有 我也只是拿这个事情举个例子啦 也不是说这么这么极端啊 就是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如果没有那种 什么 责任感啊 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靠单纯的爱情维持 其实 其实更难 要保持一直要保持那种 刚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热情 或者我看你什么都好 你干嘛我都觉得怎么样的那种 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的 还这样 小白说男人每一个好东西都要离婚了 还要说谎 小白你是女生吗 还有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有些人说的是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是耍流氓 就是 觉得两个人一定要是有以后才可以 还有一种观点是 以结婚为为目的的恋爱才是耍流氓 就是这个爱情本身它是有目的性的 它就不是纯粹的爱了 你看像姑像说的就是 他说 他说不要以什么婚姻啊家庭啊什么的 就是纯粹的爱比较开心 你们 你们会比较觉得哪种说法比较靠谱点 就可以了 多不靠谱啊 直播 我冷醉大气它平板说 没有恋爱过 老年人只想找个老婆 以结婚为目击才是耍了吗 算了 不深入聊这个话题了 你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大土著的情书 我看看你找什么歌啊 老歌 两两相忘 这歌怎么他们没有版权了 那我以前是怎么听的 网易云都给我推荐一些 什么垃圾歌呀 天我这背景音乐 我一注意 没注意 跟你们聊天 难听的批爆 两两相忘 确实没有伴奏 那算了 换一首吧 约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远处的重声挥荡在雨里 你我在屋檐底下前收听 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 是为祝福我俩 是为祝福我俩与兴 一路从泥泥走到了美景 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 累到屋里 累到屋里总会想问你 才能忘了 情路间隙 你我约定 难过的往事不去提 也答应 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 你要做快乐的自己 照顾自己 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 你我约定 一阵吵很快要喊停 也说好没有秘密 彼此很透明 我会好好的爱你 傻傻爱你 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一路从泥泥走到了美景 一路从泥泥走到了美景 有不去计辩的一个地方 他才能忘了 走了 amat高兴 再生好悠喜 我约定 你我约定 难过的往事不去提 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 你我约定 难过的往事不去提 爱的自己 照顾自己 就算某天 一个人孤寂 离过约定 一阵潮很快要喊停 也说好非要秘密 彼此很透明 我会好好地爱你 傻傻爱你 不去计较 公平不公平 我会好好地爱你 傻傻爱你 不去计较 公平不公平 谢谢微笑姐的超火 谢谢帝都 谢谢音音的飞机 谢谢终于我明白 谢谢无言 谢谢精彩Bravo 谢谢刀剑如梦 谢谢仍然是天才 谢谢斗国的动物饲养员 谢谢你们的情书 我还是觉得前两天的那个歌比较好听 什么 起风了还是什么 是吧 这个算新歌吧 多听两遍争取早点学会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听听中 等到你飘逃的眼睛 埋出这间的前一刻 情有险有雨 不停笑着景象清潜 人无可避免 日常夜的天 依旧那么暖 春春到从前 这世间 万般留恋 这世间 万般留恋 看着天边 死在眼前 也甘愿扶她 走她一遍 如今 走过这世间 万般留恋 翻过岁月 不同侧脸 躲不及风 闯入你的笑颜 这个起风了的圆曲叫什么 圆曲 是日文诶 不知道该怎么搜 我白度一下 起风了圆曲 找到了 找到了 听音词原版 听一下 好像调子不一样 哪里是哪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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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如何回忆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些人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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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热的白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啊 这样的话 隐光芸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 我之前一直以为 它是你办了几个牌子 就可以拿零几个礼包的 然后尤其是你知道每次比赛 的时候它不是有那个荧光棒吗 然后好像答题还可以再多领 还是什么的 我当时就觉得哇 如果一个人有20个牌子 真是转翻了 他把这20个牌子都送给一个主播 原来并不是这样啊 哎呀 荧光棒主播没有收入 但是这牌子不是也是一份新意吗 对不对 这个跟主播收入没有关系 谢谢老猫 谢谢老猫 其实我觉得斗鸟鱼如果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 他们其实就应该你每办一个牌子就送你一份荧光棒 对吧 因为牌子需要花钱的 要花钱去办的嘛 六块钱 虽然荧光棒这东西是不花钱的 但是你比如说 如果如果说是每办一份 他就送一他就送一份的话 那人家如果为了要 很多份的荧光棒 人家就会去办很多份的卡 然后这个实实在在的钱 其实是花出去了的 至于之后他续费的事情呢 他如果想要 就是一直保持着 这么多的牌子的话 他要么就 对吧 你如果说你把所有的荧光棒 你都只送给一个主播 你其他的牌子 你就得花钱去续 所以你只能保持着 这种就是平均分的状态 然后这种平均分的状态下 你如果想让你的牌子 升得快一点的话 你还是得花钱 所以怎么讲 从商业模式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其实那样更合理一点 可能他们没想这么多吧 我都说了 你如果想同时保持着 那么 那么比如说20个牌子的话 你就必须得把 每天送的东西 全部平均分 平均分 你才可以保持20个牌子不掉 你如果想要把这20个牌子 全部花到一个主播身上的话 你就得花钱续费 那另外19个牌子 这其实是没有差别的 你如果说是从斗鱼等级来看的话 斗鱼等级是什么 对于斗鱼 对于斗鱼来说 斗鱼等级这个东西 无非是一个数据而已 但是办卡的钱 对他们来说才是真实的 好吗 他需要在意这点 你是不是用免费荧光棒 升级的事情吗 想要不掉牌子 一个星期 只要一个荧光棒就可以了 是吗 我没有升过牌子 原来是这样 那多办几个牌子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你只要花了钱之后 你就可以无限的免费去续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那我就更想吐槽他们这个商业模式了 算了不说了 目前来说 抽奖这个东西 对于斗鱼最大的用处 就是流量变现 可惜现在不能办卡抽奖了 对于斗鲼最大